教授想請教一些問題 四中全會現在是第二天 我們看不到兩個消息 說四天開四天 是嗎? 你何時有想過 有馬上消息給你的嗎? 大家都很關心四中全會 你關心一件事 人家更重要 人家在撕殺 我們最關心香港問題 怎樣去處理 香港是其中它在台面要談的東西 比這件事更重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要那203個中央委員 即是他的老闆 再加上那170多個候補委員 這300多人在開會 就是簽不簽這份東西 這份東西他們說可以自由發揮意見 你就想回當年毛澤東的白髮齊放 如果白髮齊放的運動 當年毛澤東如果他用了這個運動 那些人就怕了 怕你秋後算帳 怕你羊謀出動 所以他一早就放風 趕了出來 那些人就有時間去索一下料 即是說 究竟現在當權派 當權派即是我說習近平和領導單位 究竟是吹什麼風 是不是想簽還是不簽呢 然後就猜一下 是不是習近平需要 告訴他們的幕僚廳 放一些風出來說 如果我們想簽 那應該那些中央委員和後補委員就會吹那些風 那一句說話 左邊還是右邊 就任他們說的 如果大家都說 向右轉 打左燈 向右轉 就說一些打左燈 向右轉的說話 最後全會有九成五 九成半的人都支持 打左燈 向右轉 那大家一起去簽了這份東西去 那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好了 簽這份東西的重要性 就夾雜了我們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 所以你現在看到 這兩個星期好像靜了下來 連林鄭的語氣都好像有些聲氣說 如果那個獨立警監會的報告不接受 就可以在體制以外再想方法 又或者有消息說那個樓業成的 炒友了 因為本來簽了他半年 現在做三個月就走了 這些聲氣好像滿足我們八成香港人的願望 這個是因為在這個環境 由這裏去到中美要簽那份文件的時候 中美11月16日之前有需要這樣的安靜 我們這個安靜 你看到我們的年輕人 在香港這麼巧 我們更加要理性和平非暴力 因為美國說明 如果你用理性和平非暴力 它就會站在我們那邊 去繼續為我們香港的自治 和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繼續站在我那邊爭取 如果是這樣的話 再加上11月24日要選區議會 年輕人和他們那班智郎 不是希望我們這段時間大家一起靜下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靜就配合到 美國特朗普和副總統都說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暴力了 好像香港事件穩定了下來了 加上阿習 被阿習看到 或者阿習的領導團隊看到 咦 香港現在都靜下來 那我們就不如簽了一個中美貿易談判 然後再想一下怎樣去解決香港的事件 香港的事件是否真的好像現在說一步步這樣緩和下來 我們香港人當然希望 那個緩和就是不要再有黑警動操 不要再有些太過大的暴力 譬如扔汽油彈那些 如果我們不扔汽油彈 而黑警又不繼續動操 那大家慢慢將抗爭的場面慢慢緩和 一件武器一件武器減少一點 減少一點之後 我們11月16日之前 我們簽了第一階段的協議 是對香港非常之有利的 因為它裏面最重要的條文就是 它可以給美國那些金融機構 即是保險 股票和銀行進去做生意 可以去到全資擁有的 我們香港就是中間隱面的 即是我們又懂普通話又懂香港話 又懂廣東話又懂英文 我們就做中間隱面帶他們進去 而帶這個過程裏面 美國和英國為省 已經過去30年打造香港成為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們一路加注的 你知道九七回歸後這22年 英國要自己 亦都慢慢淡出他們的影響力 而同一時間美國就在金融影響力一路加注 所以美國現在這麼嚴謹就是這樣 嚴謹香港 因為他簽了第一階段之後 他就需要香港在有地理環境 最好的地方還有人才給他提供 去幫他整個美國的金融業 在每一飯都有人才帶進去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香港人 在未來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發展 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業 可以提供他的一個很大的幫助 亦都提供他的人才 亦都培訓定他下一代 就好像40年前的 我們中國改革開放 鄧小平要依賴香港 去帶動14個湖海城市 特區的發展 然後才發展到今天 同一樣的 如果能夠在一個 康莊健康的環境下 給中國 如果現在簽了一個 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就會帶動金融服務業 去第二次 去幫他未來二、三十年 那個金融服務業改革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簡單的說 香港對於中國和美國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到底如果說要換國的跡象 我們市民五大訴求 其實可不可以得到為人 你看他消息放出來 最近說所有的區議會選舉 除了一個之外 個個都入閘了 是不是 這一個呢 他三番四次 就要跟那位馬太敬禮了 馬太辭職就是因為馬太認為 應該讓他入閘 但是有些人不讓他入閘 他就情願辭職 因病不做好 說什麼不做 總之他就不做 那個海宜半島的那個位置 如果他不做那個位置 他僅有一個人肯制的 永遠都有一些 好像何議員那些那樣的 有些好像何議員那樣 跳出來說我做 你只要叫我簽名反對 我就反對 那當然有的 那現在這個也都迎合政府的操作 因為做什麼要審批呢 審批就是說過程裡面 當然有得有不得 那如果我批完你 四百多個得有一個批不得 都不是太過了 他會這樣解釋 但是這樣解釋呢 就奪了我們一個 最年輕最有代表性 能夠去到美國參眾兩月聽證會 去發表他那個對香港的展望 對在民主人潮 在香港被踐踏的那個 我們那個年輕人 而且他是這麼年輕 你都不給他機會磨練 那他們是怎樣做一個 更好的更成功的政治領袖呢 我們香港就是需要這些人才嘛 他DQ黃子鋒 我們圈內人都估計會的 但是呢 在黃子鋒來講 你做一個區議員 首先他是不需要 好像立法會那樣宣誓那些東西的 第二樣東西 他是一個議政團體來的 他沒有實權的 那只不過你現在說 我受到種種壓力 那這個壓力 我不理你是來自哪裡 總之你要憑你良知去審批他 我會看到整個區議會的架構是職能 那這個人以前說過的東西 那在整個前進裏面 他沒有做任何東西 跟他以前說的一樣的 那所以他只不過在這裡 以政和論政的嘛 那這個是我們香港最寶貴的地方 就是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那最好一樣的東西就是 我政府收買他都來不及了 那讓他進去 進去然後呢 讓他去操練一下 政治是怎樣去面對的 因為呢 現實的政治不是空壇的理想的嘛 讓他進去代議政制裏面的區議會 讓他試一下一下 讓他操作一下 讓他知道面對現實的時候呢 有什麼要取捨 那他才知道在現實怎樣操作 那這個是我們一顆明珠來的嘛 就是香港的一顆明珠 為什麼我們不栽培他呢 各方人才 比如說我們能夠幫到他的 給到意見他的都要栽培他 那說回五大訴求 你覺得可以有多少的reply的呢 我想呢 最少呢 頭三個一定會給到 就是那個暴動政策啊 那個什麼要 獨立調查 調查 還有另一個 我是留... 是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要... 雙普選那個 那個呢是代替了林鄭辭職 那這個就是我一向很聰明的調動了 這個調動呢 令到林鄭可以給他自己的老闆呢 調他職了 那四中全會除了經濟問題 很多都關心的人事變動 那就是特別我們對於設計香港的人事變動 除了林鄭被傳落台之外呢 其實就是中聯辦、港澳辦呢 你估計會不會都有些人事變動方面的情況呢 那這個就是第三個 在我們四中全會議程裡面呢 最重要的 因為這個比較長短的人事安排 在他來講呢 看香港呢 只不過是一個主要城市而已 就是在這麼多個 七、八個城市裡面 最主要是香港而已 那麼 我們當然關心我們的人事安排 但是我們更關心呢 就是呢 中央究竟呢 這次的權鬥結局出來是什麼 那譬如說 外面第一個小道消息說 那個權鬥結局可能是 將七個常委加了九個 那這九個常委就是 你當它現在是三對三 加上習就是中立的 那如果加多兩個下去 如果看看那兩個人是不是 那就是傳說中的他的敵系 現在是重慶市的 又陳文宜 又胡春華 另外一個就是團派的 那就是加一個團派 加一個自己的敵系 那就淡薄了 那就是黃正的那個影響力了 淡薄了另外一個呢 他上海派的黃滬寧的影響力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就是加強了習的 未來幾年的執政能力了 那第二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會不會呢 擺了之後會不會陰點 某一些人說 啊 他是我們的儲君 那如果他不會的話 就可能呢 接下來兩三年呢 做完這一屆呢 就還沒有儲君 那所以沒有儲君呢 就是說暗示呢 阿澤呢 還是大權可以穩定 他會做多一任 好了 他也會有一個小動作 啊 他改 改就是說 他再找回毛主席出來 找回黨裡面多一個主席位 然後呢 把主席的大權呢 就當然是連駕於黨總書記 那就是把黨總書記呢 就是駕床碟屋 在他上面多了一個位 那這些呢 一向的國企都是這樣的 譬如他當年買 就是收購一些大銀行 外資銀行的時候呢 他都是不動你的外資銀行的管理層的 但是他在你的原有的管理層 加多一些協調委員會啊 策略委員會啊 他就即時可以由他作主 那這些他是做慣的 那所以不用擔心 那總之 從他的最後出來的人 人的安排 到從他們安排完之後 出來見人 是七個還是九個 然後呢 再看看他們那個派別的分別 就知道呢 將來他去執政的時候 他的難度高不高 那在香港來說 當然他會借這個機會啦 那因為呢 給著任何一間公司 如果這手是做得不好的話 那雖然他是我的馬 我要很疼他 因為他執行我的任務 但是呢 如果問 即是他們的馬都不服他 即是在他的執行過程裏面 他做白面好做黑面好 他都沒有辦法推動 那我沒有所謂 那我就做灰臉 叫他做灰臉 即是臉如肚色地走 走了之後 找回另外一些人翻盤 所以呢 他調來 即是這些人物調來的工作崗位 譬如你說 王志民 張曉明 林鄭 調來的工作位 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這些是工具來的 即是在 最高的中南海的決策人 所有這些人都是他們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就是現在開會的 叫做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工具 我找誰去做什麼面做什麼面 反過來你看到美國總統彭斯就做黑面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做白面 到特朗普做黑面的時候就輪到彭斯做白面 即是他都會有這些不同的人物 譬如整個談判代表裏面 內澤希特他是做黑面很嚴肅的 輪到那個裁長就做白面 當然是這樣的 都是一個人物和時間地點需要協調 這樣要學會 McLeod 挺需要的 這就是關於大陸情事物 對他們這種事方式 È着信誥的 諮釘 硬件是 有 wreckanda 是 我們 有英雄 把它 德